我们的西部大开发 和一代一路的取权 有力地推动海陆文明的赛品 为世界创造大量新的增长机会 西部大开发就如同下一盘大旗 在要害地带与重点地区进行布局 西部要如何留住本地人才不流失 同时积极地吸引外来人才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定位中国 也读懂中国 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此后20多年 西部开发一直在持续进行 到今年的5月 国家又再一次地提出 西部大开发的重磅政策 那么在如今的国际和国内发展格局之下 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张维维教授 欢迎 还有一位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副院长 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 燕一龙 欢迎 那在两位嘉宾的演讲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现场讨论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首先把时间交给张教授 有请 最近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非常不利的外部环境 我们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经济这个发展叫双循环的这样一个构思 就是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互相促进的这种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 我觉得重要的一环就是西部大开发 大家知道西部大开发是20年前提出来的 那么今年5月 党中央国务院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指导文件 可以说西部大开发迎来了新的加速器 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就是过去20年 这个战略的执行情况 再谈一谈这次新的指导文件一些特殊的意义 就一家之言 供大家参考 那么过去20年呢 西部大开发的成就巨大 西部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凡是这些年去过中西部地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记得几年前 美国人还在散布谣言说中国西部人民在吃草 使中国一些工资啊激动万分 但突然美国人都发现了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崛起速度之快 再加上一带一路 他们担心啊 世界上很快会出现 他们叫做由中国主导的路权秩序 颠覆美国主导的海权秩序 坦率地讲他们想多了 这个话题我一会儿再谈 总理要看啊 过去20年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全面超过沿海地区 我一直认为读懂中国要有板块的概念 然后看板块之间的互动 那么西部大开发中的这个西部 泛指我们国家的中西部地区 包括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等12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拥有全国71%的国土面移 27%的人口 20%的GDP 那么由于历史原因 大家知道就中西部板块和东部板块在发展程度上有比较大的差距 但差距呢也就是机遇 东部和中西部两大板块的高度的良性互动 就是中西部地区迅速崛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比方说中西部承接了大量的来自东部的产业转移 那么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我们谈东亚模式 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验证模式 大验的验 验证模式 也就是说大验在天空中飞行的样子 有头验 有中验 有尾验 形成一种飞行的矩阵 那么当时这个模式具体指的什么呢 就是东亚经济 当时制造业的一个梯度的转移 头验是日本 然后日本的这个制造业转移到这个亚洲四小龙 这叫中验 随后呢又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的沿海离去 所以中国当时被称为是尾验 过去二十年 中国内部实际上也经历类似这种大验模式的 这个产业的梯度转移 可以说东部是中国的经济的头验 已经向资本密集性转变了 那么中西部就是承接东部 劳动力密集性产业转移的中验和尾验 但这只是一部分 实际上现在中西部地区啊 内在的因素驱动这种增长 正在不断地增强 那么西部大开发战略带给当地人民 这个收获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人民的获得感是很强的 去年我去这个宁夏银川参加一带一路和中国阿拉伯合作研讨会 宁夏大概是中国最低调的省会 但这个城市干净漂亮现代 当中有很多这个阿拉伯客人 有些还是相当富裕的国家 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弱的省份之一 他们觉得银川很发达 你看得出这是一个有一个庞大的英式阶层 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 那么这些年成都重庆都是火遍全国的网红城市 这日关闭美国总领馆 成都又火了一场阳明世界 四川GDP总量超过四万亿人 在西部十二个省市中举头把交易 外贸份额是中国的最高的十个省之一 那么重庆集聚了十多家整车企业 和一千多家配套企业 他们就要在四个轮子上的城市 汽车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全世界每三台笔记本 就一台是重庆制造的 那么第五三指评的贵州 现在大数据产业每年产值过千亿了 换言之就经过二十年的大发展 中国的这个西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早已经旧贸唤新颜了 那么这次中央颁布的新的指导意见 有哪些主要的新的内容呢 这次这个中央的要求非常明确 如果我长话短说就是 要形成大保护 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也就四个关键词 大保护 大开放 高质量 新格局 首先是这个大保护 大保护内容很多 但核心是加大 美丽西部建设的力度 那么助劳整个中国国家 生态安全的屏障 我一直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性国家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的这种选举政治的选举党 而是使命党 它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为中华文明的延续 为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负责任 所以我们在整个国家的范围里 都有自己国土的 这个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规划 那么根据这个规划 我们必须保障好 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安全 保护好冰川 湿地等生态资源 必须推进青海三江原生态保护和建设 包括齐连山生态保护的综合治理等等 还有岩戎地区的石墨化综合处理 还有京津地区的风沙园 源头的治理等等 那么第二是大开放 它也包括很多内容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文件 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 是在不断地演变的 最初讲的是大基础 后来是大开发 这种名字大开放 这个是战略和理念上的一种飞跃 在大开放中 中央要求西部 从全国开放的末梢走向前沿 换句话说 就是刚才提到所谓这个艳行模式 正在发生巨变 其实这种巨变早就开始了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我们努力推动各项要素的流动 那么中国内陆 从对外开放的后方 越成为前沿 比方说这个欧亚班列 是中国的新疆 四川 重庆 郑州 西安等等 都成为对外商贸开放的前沿 那么西安在打造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 形成了这个纯东起西 纯洁南北 贯通欧亚的重要的商贸物流 有大通道和大网络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 比方说我们在整个西部地区 它的GDP大概占全国的20% 但是外贸的比重现在还不到7% 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才是7.6% 换句话说 西部还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第三个关键是高质量 它主要是指解决西部地区 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那么中央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就是2020年 我们西部地区要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2035年 西部地区基本的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 这个通达的程度 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 过去说西部的优势 一般讲的土地 原材料 资源 劳动力 现在呢 有了西部的一带一路建设 有了自贸区 还有大数据 还有云聚山 还有高铁等等 新的优势 最后呢 就是新格局 蒋白如果上面三个 这个工作 我们都能做好的话 那么西部大开发新格局 也就形成了 但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就实现新格局的主要抓手 我想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特点 就是不仅要有目标 还要有实现目标的 主要的手段 或者叫抓手 那么这里呢 我想从两个角度 跟大家谈谈这个抓手 一个呢就是 从西部地区的内部来看 应该说 这个城市群的推动 是一个主要的抓手 那么在中央这个指导意见中提出来 以成都 重庆为核心的 城与城市群 它包括15个城市 人口是9500万 还呢 以西安为中心的 包括十来个城市 人口将近4000万的 关中平原城市群 那么通过这样的城市群 来引领 就是西部地区开发 成为这叫核心引擎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南宁 包括南宁在那12个城市 抱团形成的北部湾城市群 那么城市群就是新的增长 这样要求城市群内 要有特色功能区的积极错位 然后实现一种 有风有合的特色的发展 所以中国发展的空间布局 是中国模式的 这个很精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现在进入了高铁时代 和5G的时代 这是拉动城市群 发展的重要动力 到2025年 整个西部的铁路总里程 将达到1.5万公里 其中高铁是5700公里 那么这一层基础设施 带来最大的是 什么样的情况呢 变化呢 就是城市的抱团式的发展 还大规模的城乡互动 那如果说高铁打通了 这个浮沿辽阔的西部 城市间的交通联系 和东西部地区的交通联系 那么5G让人们可以 跳出物理层面的城市群 从虚拟经济 创新经济 城乡互动等层面 来认识中西部城市群 发展的意义 在高铁时代和5G时代 西部地区的城市群的发展 意味着广阔的空间 广阔的机遇 那么前几天 这个BBC 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我 问我怎么看英国 就是拒绝华为参加 英国这个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我说英国拒绝华为 将导致英国的5G的落地 要推迟两到三年 我说这都是什么时代了 你们还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对科技进步如此麻木不忍 我想英国将为此 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们不等你们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从全国来看 另一个主要的抓索 就是地区间的 重大的战略协同 这就我讲的板块互动 中央明确要求拓展 这个区域间的互相合作 要求这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对接经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等重大战略 包括与江苏 山东 河南等 东中部省份的互惠合作 那么西部大开发 本来就涉及到 比方说长江生态的保护 黄河流域生态的保护 那么和这些计划 都是有重合的 所以要进步加强 区域间的协调 那么还有就是这种 总体要看 这个区域间的 这个互惠合作前景 非常之好 因为它已经有 前20年的基础了 另外呢 还专门提到 就是鼓励广西 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海南全面 生化改革开放 最后呢 我想谈一个问题 就是西部大开发 与一带一路 还有这个地缘文明的关系 我想谈一些自己看法 因为这个 研究国际政治人都知道 就是在上世纪初的时候 英国地缘政治学者 麦金德提出了一个 叫做世界岛的概念 他这样说 就整个地球 有两部分组成 那么欧洲 亚洲 非洲 组成一个世界岛 世界最大的人口 最多 最富饶的 陆地的组合 那在他们的边缘呢 有一系列 相对孤立的大陆 美洲啊 澳洲啊 日本啊 不连颠群岛等等 那么世界岛 这个岛的中央 是从富尔加河 到长江的心脏地带 他认为 谁控制了东欧 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心脏地带 就控制整个世界岛 谁控制世界岛 就控制了世界 那麦金德认为 铁路的出现 是一个强权国家 主岛中心地带 变得更加容易了 从过去上百年 西方大国的争霸中 从中亚地区的争夺 到二次大战的欧洲战场 到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 背后都有某种 世界岛的地缘政治的 这个影子或者考量 那么在一个更大的 历史视野中 西方主流叙述一致认为 五百年前哥伦布的 这个所谓地理大发现 开启西方主岛的 海上文明 或者海权秩序 带来西方世界的崛起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充满着掠夺杀戮的 一个学类史 但最终形成了 一些学者称之为 海权秩序 对路权秩序的主导 具体讲就是 各国现在 所有的发达板块 几乎都在 每个国家 自己的沿海地区 那么正是长期存在 这样的一种西方地缘政治的叙述 那么当中国提出 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 西方很多人就本能地认为 中国要控制 从欧洲到亚洲的这个世界岛 中国要改变西方海权秩序 对路权秩序的主导 那么过去几年中 我参加过不少 一带一路的国际对话 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实际上中国的眼光 不是这样的 中国一带路的核心理念 是共商共建共享 本账就是要把过去西方 习惯的地缘竞争 改编成地缘合作 努力构建成一种 合作共赢的 我叫新的地缘文明观 所以一带一路 是一个开放的倡议 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 能够加入 现在已经有不少合作项目 是各国家之间的 这个共同推动的项目 我们认为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才是人间正道 今天这个欧亚大陆 拥有世界75%的人口 世界GDP的60% 以至能源的75% 对中国来说 我们今天提出的两个循环 自然就包括了 这个内循环的向外的辐射 它辐射至整个欧亚大陆 包括中缅油漆管道 中巴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等等 那么中国中西部的 趋位优势开始显现 在这个意义上 在合作共赢的 新的地缘文明观指导下 我们的西部大开发 和一带一路的举措 将能够有力地推动 我叫做海陆文明的再平衡 它将为中国自己 为整个世界 创造大量新的增长机遇 中国拥有一点八万公里的 这个大陆的海岸线 又有连接整个欧亚大陆的 漫长的边界和大陆通道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我们可以做到 海陆并济 2019年的时候 中国有51.9%的GDP 来自东部地区 那么现在中西部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正在迅速崛起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正在实现 从东到西 从沿海到内陆 海陆并济这种新的平衡 这过程既是中国和整个 亚欧地区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也为推进合作共赢的 新的地缘文明做出贡献 举个例子 中美贸易战以来 中美贸易额从2017年的 3.95万亿开始下跌 到去年年底 已经跌到了3.73万亿 但中国同欧亚大陆两头 也就是欧盟和东盟的贸易总额 一直在增长 从2017年的7.66万亿 现在增加到2019年的9.29万亿 具体讲就是一方面 我们和美国的贸易少了2000亿 另一方面 我们和欧盟和东盟的贸易 增加了1.6万亿 那么2019年 欧盟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到2020年的上半年 东盟就超过了欧盟 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这种横跨欧亚大陆的 海陆共济 这种新的发展格局 已展现出巨大的能量 对疫情后 中国经济的双循环 对拉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后 我看好西部大开发 看好陆海相继 这种发展的广阔空间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张教授 请回座 刚才张教授演讲当中也说 西部大开发孕育着无数的机会 巨大的机遇 也是广阔的空间 他也特别说 要解读这个西部大开发 要有一个板块概念 国内板块 我们会注意到它有互动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 视野拉得更宽的时候 会发现整个亚欧 大陆板块 它也有一个互动 它甚至为地缘文明合作 要注入新的注解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燕教授 继续通过演讲 给我们来继续的解读 好不好 有请 好 刚才张教授提到 西方的地缘政治思维 我想接着他这个话题呢 分享一个 在西部大开发中体现的 不同于西方地缘政治思维的 地缘发展思维 或者是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 我们不是按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路 而是市场 政府 两只手形成合力 来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 打个比方 如果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比作两个水池的话 前者水位高 后者水位低 如何减少两者的水位差呢 按照新自由主义 捐敌经济学的思路 发达地区的水流会自动地下胜 发展就像水流一样 会缓慢地滴入欠发达地区 中国的地缘 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则是 一方面我们要畅通 两个水池之间的通道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促进劳动力 资金 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另外一方面 要将发达地区水池的水 转移的一部分到 现发达地区 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 来推进西部的地区的建设 提高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例如2018年西战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是收入的8.6倍 新疆是3.3倍 这些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 主要都是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 西部大开花就如同下一盘大棋 不是到处布置遍地开花 而是要在要害地带与重点地区进行布局 主要就是围绕着重点城市 城市群与交通干道 进行点跟轴结合的重点开花 在点上是干什么呢 在点上就是要发展机器经济 提高经济密度 打造新的挣扎机 促进了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 在线上或者说在轴上是干什么呢 要促进畅通 缩短经济距离 减少要素流动的成本 我们在西部进行大规模的 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进入了高铁时代 世纪信号的广泛普及呢 实际上是极大的促进了区域的一体化 也促进了西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一体化 以前贵州被认为是偏远落后的省份 但是贵州现在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数据中心基地 成为全国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只要能够揭露不论多远的距离 都变成了零距离 大家认为我们全国移动支付占比最高的地区是在哪里 是在上海吗 或者是在北京 浙江 广东 实际上都不是 是在西部 西战 2012年来连续五年都是排名第一 当然2017年才被贵州超过了 西部大开花也是西部大开放 西部地区处于我国陆地开放的前沿 与中国接览的14个国家 有13个与西部地区接览 通过在西部地区构建一带一路 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 能够促进面向欧亚大陆桥的开放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大循环 西方社会的一些人 乐中用地缘政治理论来解读一带一路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 以小人之心躲君子之户 一带一路不是在推行地缘政治扩张 而是在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搭建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大平台 通过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设施的互联互通 缩短不同发展之间的经济治愈力 使得一些内陆偏远的国家和地区 能够更好地接入全球化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然我们谈中国是地缘发展思维 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地缘政治思维 只不过中国的地缘政治思维 不同于西方的侵略性的 裸夺性的 攻击性的地缘政治思维 中国是自卫反击的地缘政治思维 朋友来了有好酒 敌人来了有猎枪 面对来犯之敌 中国一定会坚定捍卫自身主权 与发展利益 中国的崛起不但是和平的崛起 还是包容性的崛起 还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共同发展机遇 但是如果有的国家一定要把中国逼成对手 中国一定会成为可怕的对手 就像尼克冲当年预言的那样 如果美国不懂得接纳中国的善意 美国总有一天将不得不面对 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好的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燕教授 请回座 好 刚才两位教授都做了演讲 我们说这个西部大开发战略 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持续 但现在这个政策越来越重磅 两位也特别提到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股双循环的格局之下 西部大开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经济战略纵深的空间 可以说这个是给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的定义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关心 那么这一轮我们说这个西部大开发的一些重磅的政策 或者说不同的提法 它跟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把过去很多成功的经验加以重生 另外呢就是要克服现在的一些短板 成功的经验你比方说是最明显的 就是整体这个西部这些年增长的速度 我看到基本数据就是 1999年的时候 整个西部大开发这些西部地区的这个GDP 是1.5万亿到去年时候是将近21万亿人民币 所以这就是增加十三四倍了 在政治方面打击三股势力 新疆的维稳这是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的带来整个国家的安宁 另外就是整个成都重庆西安的崛起 这个三个西部城市群 这个西部城市群不得了理 但确实也有短板的 这对清寒的三江源是我们重要的生态屏障 因为现在要照西主义讲的就是 新的发展理念嘛 创新协调绿色这个开放共享 这些当中你就要 你比方说这个绿色怎么做得更好 这个草原退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城市地下水水未下降的问题 这些都是新的挑战 反正这次文件里我看都提了一些思路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 因为我们国家的做法 通常就是立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战略发展的规划 然后过几年我们去微调谈 微调谈不断地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出现的问题 把它去修整掉 我想西部大开发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实际上很像就是软件开发的过程 是吧 它是要在实践中去试错 然后要打补钉 要升级 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是西部大开发的2.0版本 它基本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1.0版本的主要的着眼点 是为了贯彻两个大局的思想 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然后到了现在2.0的版本 它重要的着眼点是要把西部作为 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 对 然后一个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先我们主要能够沦路全球化就可以了 但现在这个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推行这个内循环为主体的体制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实际上一个我们的区域战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也是个升级的过程 西部大开发提出来之后 然后后面有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 然后几大战略它实际上就合成 是同时发力 对 合成了一个区域协调的战略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政策它区域战略非常立体 除了这种区域总体协调战略之外 它还有就是区域的联通性战略 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江经济带的这种开发 然后黄河生态经济带 然后也包括高铁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联通性战略 然后另外一个实际上国内一个大的背景 原先可能它的背景是一个城镇化加快 是吧 然后工业化加快的这个机遇 但现在是这个第四次产业革命背景下 提出的一个新的事 所以说我还是把它定义为2.0版本 因为它确实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对 刚您说到高铁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比喻 现在中国的整个板块 它的经济发展就像是一个动车组 每个地方它其实都是一个引擎 而且这个引擎又彼此可以互动 共同来发力 你想我们刚才从宏观的层面来看 这个西部大开发 到微观的层面 如果具体到个人的话 之前大家都说就业机会 什么机会可能都在东南沿海地区 可能未来我觉得西部大开发孕育的 这个机会更多 而且现在如果出发向西部去 那就是先行者 对不对 所以要是年轻人站住机会 现在实际上是这个西部 跟我们脑海中西部 已经完全不一样 首先你像几个城市群 城邑和关中城市群 我都去过 这个发展水平真的相当之高了 相当发达了 大概四五年前 我去广西那个红河自治州 里面好几个贫困县 我到他那州府叫蒙治 三清水修 住房也很便宜 这个民风也很朴实 还我当时真的做了个讲座 我就说 中国这么好的地方 那些人移民到加拿大去干什么 移民到这来多好 对大美中国还有很多 大家没发现呢 两位其实在说到西部大开发的时候 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来看 就是他对我们的这个 地缘政治重新做的一个定义 然后也说到中国对于地缘政治 不是没有地缘政治 但是我们对他的定义是发展 是共建共享共商对不对 我们是要大家一起来进步的 但是世界上的 尤其是那些以海权为主的国家 他明显就觉得 注目标也计算审也计算审 去年计算审 诺大雨 里面就说 对爱 四个人 都让他分开 都要重新 任何 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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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让您选择你会去西部吗 如果是我个人理想的话 我会选择在南通 但是如果说要为我们的祖国贡献什么 我觉得义不容辞 我们会到西部去 哇 真的好棒 来听听两位的见解 该怎么留住人才 吸纳人才 我自己就是这几年 我自己就是这几年西部省份走的还是蛮多的啊 就是实际上主要的城市群和这个多数省份的首府 甚至是地级市已经是相当现代了 生活一点困难都没有 真的甚至是觉得非常舒适 这个是个巨大的变化 从我自己看到数据来说 就是成都 重庆 西安 他们现在吸引人才力度很大的 而且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才 我曾经看到个视频 那个华为在西安的研究所去参观过的 哇 牛了不得了 这数千的人他全学霸一起来餐厅吃饭 他那个视频就拍这个 看到学霸吃饭都不一样 气场都不一样 所以他西部相当的特别高新区城市群这个板块 是已经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来 现在如果说这个年轻人创业的话 我总觉得就是真的跟着自己的心走 不要被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框框给框住 这个哪里能够成全的事业你就去 这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这个交通也非常便利 而且现在很少一个人 终生一辈在一个单位工作 你有个西部的经历非常了不起的 人生啊很多时候是靠经历靠体验 才有精彩的人生 对 前两年我也注意到 其实西部的一些城市 它都放开了人才落户的政策 像成都有很多很多 从事游戏产业的年轻人 全部都聚集在那儿 一般的城市都吸引不走 因为它也有了一个产业极具的效应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 你所喜欢的这个行业 或者你所看中的这个城市 可能你会发现有很多吸引年轻人的条件 特别我觉得在这个内循环体制下 我们新的这种西部开化 确实会创造大量的机遇 第十产业革命 我们是个注意力时代 实际上西部有大量的机遇 为什么 因为西部有这种丰富的这种地理资源 然后这个人文资源 然后又人节地灵 那实际上可以创造出无数的网红景点 网红产业 网红业态 网红产品 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 四川绵羊的离子漆 通过拍着影视的短视频 昏迷全球 然后西安的那个不倒温小姐姐 一个人带火了整个大唐不夜城 这个都是注意力时代的一个现象 对 大家去看大唐不夜城 就是要去看他 想跟他拉个手 对 是 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来说 都是一些提供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小画面 还是这个巨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巨大的怎么样未来的可能性 对 其实西部有很多故事 等着我们去发现 也有更多的故事 等着我们去书写 对不对 这个是对年轻人的鼓励 我们再看看这边 有没有朋友有提问 有没有 好 来 欢迎这位 也做个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你好 我叫吕乐乐 是来自安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 欢迎 欢迎 在这个指导意见中提到了 关于荒漠土地市场化的一些路径 那么其中也提到了 鼓励居民去申请个人使用权的 这样一个行为 我想问一下 如果老师能够有机会 去成为这个荒漠土地的主人的话 会在这边土地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 请坐 也就是说问两位 会不会在荒漠里去包一块地 然后去该开墾的该墾 该绿化的绿化 这个要年纪更轻一点 杨老师还可以 实际上这个 因为你社交是这个荒漠的这个土地 你要包是要包一大片 因为你包一小片是没有多少亿的 然后你有个设想说 我要做一个影视城 过去那个张鞋亮的一个作家 还弄了一个 我上次看到就是报道那个内蒙 他们那个库布奇 那个沙漠治理 它实际上是等于是企业 它就是包了整个一大块地方 然后就是自己做的荒漠化治理 然后这个杀的产业 里面一些这个 所有什么一百多种固杀的方法 然后这种杀类的植物 植被 然后形成产业了 我觉得这个恐怕要一定的规模 还要有一定的技术支撑 技术支撑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沙漠的治理 或者你总算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然后恐怕不是完全单个的个人 而是要有一定的相当的资金 然后技术支撑的这个 个人也好企业也好来包 我觉得这样恐怕更合适 也就是说 就算是张老师有心要做莫主 你也得带一批专业的人 才干得成 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 要鼓励社会上的力量 一起来参与 有这样的话 可能才可以解决更大问题 好 我们继续来提问看看 再给一个机会 这边有没有朋友有问题 好 欢迎这位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孙皓来自宁波 是一名府警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问各位老师 一是西部有很多中心城市 接下来哪些城市会快速发展 形成西部版的北上广深 第二是西部城市如何扬长臂短 发挥自己的特色 谢谢 我们这位宁波的朋友 立足长三角 但是星际大西部的 好 关心哪些城市会成为西部的北上广 现在好像民间就有这个说法 一般把这个成都 重庆 西安 叫做是西部的北上广 而且现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他们自己特色了 一般西安它很明显地定位在这个 整个中国的这个大的物流中心 包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物流中心 进口的货物到中国来 在西安航空港 在那里在风暴到这个全国各个地方 而且我们大的这个京东啊 什么物流中心在那都有 那么重庆显然是一个大的产业聚集的中心 而且产业现在升级 前进也非常好 这个成都就是更有特色 这个人家一般首先想到是悠闲 实际上它是经济活力不得了 高度发达 这个创意经济做得很好 所以他们自己形成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很有魅力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它实际上在沿海长期形成了一种模式 叫做两头在外 是吧 就是原材料啊 然后销售产品都在外 那重庆呢 它为什么能够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呢 就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新模式 叫做一头在内一头在外 就是它的销售市场也在海外 但是它的原材料跟零部件在内 那它要是一头在外呢 它实际上首先要客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海运上不方便嘛 那它就必须更多的依靠空运 所以说刚才张教授谈到西安的这种空运规模 那跟它这个是有关系的 然后另外一个实际上要通过欧亚大陆桥 是吧 打造这个余新欧国际列车联运大通道 减少这种物流成本 这样来实现一头在外 那一头在内什么 利用本地的资源 然后形成一些产业链更加完整规模化 然后同时呢 实际上也发挥它的劳动力资源 密集的优势 比如说原先很多重庆人到沿海去打工 是吧 那现在到本地打工 本地打工它很便利 春节的那个两个月的空打 它都能够弥补上 所以说它就使得它整个产业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说我们看今天的重庆 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也是中国的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 这个有一个大数据也可以反映这个变化的 就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你就看到19年为止 你看那个以上海为例 就每年春运 这个我们农民工啊什么都返乡了 然后每年回来的人都在减少 它意思很简单 就是其他地方发展起来 对 它完全可以在当地找到 更让它心理的工作 而不用在外面再闯荡 对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所以你看两位举的那么多案例 包括还有数字 如果你眼睛不往西部看的话 你可能发现不了 当你往那看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世界太精彩了 我今天在主持这个话题的时候 脑子里一直就萦绕着两个字 就是年轻 虽然说西部大开发提出到现在 二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它好像不是一个 离我们很遥远的概念 也不是一个好像 已经有一些时间的一个概念 它反而正焕发出最年轻的一种活力和生机 就像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观众 我看了看 真的都是一张张年轻的脸 在他们脸上是可以看到未来的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谢谢两位 也谢谢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关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 这就是中国官方账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